來 吃雞 老闆 給我雞雞 好咧 一隻雞 每當客人點到招牌菜 綁著小馬尾的阿德老闆 就會順便小露一手 來 雞來了 請問一下 這烤得優優亮亮的湯仔雞 就是今天宵夜場的豬獎嗎 遠遠的 我就已經聞到湯仔雞那撲鼻的香味 然後我再看到小朋友吃到 筍指揮味的樣子 來 家誘人啊 好吃 它的口口就是很潤的 然後還有個皮 脆脆的 然後還蕭子香 但我蕭子喜歡吃的 我現在還沒有吃這些東西 三個吃不到的 會不會嚇 對 會嚇的 所以經常過來台灣也是這個的 我真的是要對不起我的體重了啦 這絕對是一場 最惡感滿分的夜間享樂 要成就這樣一支邪惡湯啊 給事先的工作不能馬虎 這每隻雞都已經在廚房裡 醃製了三天 等到完全入味 才能放進這特製的烤筒 經過50分鐘的慢火熄烤 這金黃香酥又鮮甜的湯阿雞 才算大功告成 阿德老闆 我決定封你為邪惡帝國 這種司令呢 雞的肉質是很嫩的 然後也不會覺得彩彩 或者是有油膩感 對 然後如果搭配它的那個雞油 去蘸醬吃的話 其實滿好吃的 還有這一道 鹽烤海雕 還有錘子 對 怎麼吃啊 這錘子你把那個鹽 打擦掉 對... 對不起喔 對 用力一點沒關係 用力一點不用客氣 OK 對 聽到這清脆的聲音沒有 老闆俐落的去掉鹽塊 劃開魚皮 裡頭還在冒煙 好香喔 好水喔 它的魚非常的水 有點像是我們在喝魚湯的感覺 它水到這個程度 烤肉非常的細緻 把時間都轉回30分鐘前 阿德老闆先要在海鯛魚的肚子裡 塞進蔥蒜等等的調味料 再加上破布子以及薑片 接著灑上胡椒 然後裹上一層厚厚的鹽 再送入東方 不是 是送入烤筒 接下來呢 就是見證美味的時刻啦 沒有土味 然後也沒有腥味 因為它味道滿香的 所以也不用額外長這樣 味道就滿夠的 這裡的菜色真的是盤盤精采 道道美味 台北的朋友們 你們看了節目之後 是不是又開心多了一個 夜晚的好去處呢 我應該是最會被火玩的男人 我怕要燙嗎 那燙啊 要賺錢啊 你噴的火是我的早醒 用這句歌詞來幫Nick主廚開場 是最適合不過的啊 他不管做什麼料理 都閃耀著火光 Nick主廚啊 甚至還有一個很crazy的封號 就叫做台灣最會玩火的男人 他最擅長的呢 就是巧妙的將火與料理 玩出新高度 現在沒有口罩幫我做掩護了 精采的料理畫面 讓客人是忍不住 拿起手機就狂拍起來 而志玲姐姐的娃光是隔著螢幕看 都覺得我要燒起來的啊 覺得很有趣 就會覺得 怎麼可以把那麼危險的東西 玩得這麼好 我通常都覺得是發毒 發毒 很像 就很近距離 我就想說 會不會燒到他 或燒到我 不用緊張啦 主廚追火玩火的歷程 可是長達十年之久 Nick所擅長的植火料理 講究的啊 正是食材與火的正面交鋒 所以如何拿捏火與食材間的距離 與時間 就更顯得重要囉 不說你不在 這家的主廚蘇紀恆 Nick來自新加坡 他的經歷更是不得了 過去曾在名廚江振成所經營的全球前50大餐廳 工作一年半 另外也在江主廚所經營的台灣餐廳 待長達兩年 更於2018年遠赴澳洲 香港 日本 學習炭火料理 對火的熱愛無人能敵 而常常跟火談戀愛的他 擦牆走火也是常有的事 因為我只是拉高的時候 會燙到手胚裡面 沒辦法 工作也是一部分 在植火料理廚房 燙商對Nick來說已經不是重點 他更在乎的是食材有沒有呈現出 他想要的模樣 而這跟炭火的使用就有絕對的關聯 他選用大小粗細不一的乾燥龍眼目 來增加火的續航力 烹煮不同的食材 還得是炭燒出來的形狀 來衡量如何增減炭火 呈現出食物的多變樣貌 當然為了讓大家看到精彩的植火秀 Nick主廚也有一些堅持 店裡走的是不開燈的暗黑風格 服務生餐盤也都是黑色系 就是要讓顧客 從視覺就感受到火的魅力 大蔥的話我就把它丟在那個火堆上面 那它的水分 自己的水分 去蒸熟大蔥本身 外層看似焦灰的大蔥 一切開卻是恰到好處的水嫩 再淋上特調的黑醋醬 撒上鷹嘴豆 這根大蔥瞬間昇華 根本就是藝術品了 你在炭火店你不會吃到 像它那個大蔥我超喜歡的什麼 我覺得超棒的 它的蔬菜類也做得非常棒 烤台前主廚一刻不得閒 雖然只有它一個人與火共舞 卻始終樂在其中 羊肉 羊鞍背部的 這是鹿肉 肉都要提早準備 對 因為我都是生了下去烤 它大概也要一小時45分 慢慢烤 慢慢烤 就是不要讓它的汁一直跑出來 先把它的汁封在裡面 當然我一開始不會太大火 慢烤然後最後要走 要出菜的時候再大火 透過炭火 用不同的火源 搭配不同的料理手法 有的煙燻 有的直烤 有的則是要大火猛燒 有時還得不停的煽風 但這可不是點火唷 而是適時的降溫分散火源 每一道料理的火該大該小 主廚可是自有一套專屬心法 剛才看到火那邊是很大火嘛 那是生生火的狀態 然後現在它就變成我要的狀態 我沒有跟你說幾度幾分鐘 不這樣烤箱 你放進去幾度幾分鐘 原來的食材不一樣 你就要站在前面 看火對那個食材的反應才知道 沒有公司烤箱五分鐘 放進去就好了 所以講它對看火的了解 其實是對你眼間看得到的東西 的了解 就一邊做一邊寫 那你烤焦幾次就不會再烤焦了 而剛烤好的紐西蘭 和洋洋安肉 因為有著媲美和牛細緻的 大理石油花而得名 再配上直火炭烤的白豆 秋葵 黃公菜 鐵魚醬 更是讓人讚不絕口 因為本身我真的是很怕陽性味的人 那我覺得我就是其實我可以 甚至連皮帶著吃 然後我也可以吃出它的那個 越嚼越香的感覺 就覺得我今天的人生的大突破 就是現在這一次的餐點裡面 就是大躍進 這道是紐西蘭鹿肉的紐約客 底部的部分是西瓜 牛醋 糯米椒 蒸果兒 用巧克力做的一個醬汁 每道的醬汁都不一樣 在哪呢 那個醬汁都是很特別 非常的驚豔 我覺得主廚就像是一個音樂家 他把各種平常看似很無聊的食材 補出一個很厲害的樂趣 食材很新鮮 絕對是吃得出來 這位美女怎麼這麼厲害 我都乾拜死了 主廚為了補出今晚美好的料理序曲 除了料理全都自己來 就連食材上的挑選也不假手他人 好 所以通常早上來 我如果特別 我就會走一圈 看誰有什麼 誰有什麼 然後再找一個 都可以買到的食材 雞好壞他看得出來 西瓜 店用的那個東西平均都很高 像我們那個大花蟹 他都用手一起 因為他的魚缸在這邊 會比較新鮮 那花蟹的價格波動大 好多好大 好大好大 有像有颱風啊 或者是關午節 有些人不出船 他們就會這樣聊 一節啦 一大節 說到成本 你不信就硬硬作痛啦 既是主廚又是老闆的他 一旦遇到價格波動 為了不讓客人流失 再貴也只能自己吸收 買完菜回到餐廳 當然也是一刻不得閒 定要趕緊備料 鰻魚得先用小火烤鍋 再拔除細刺 反覆觸摸確認五骨之後 就連剛剛在市場買的花蟹 也要仔細去骨 因為我們是一邊手摸一邊會找 因為這太多碎殼的東西了 紙外線的幫助它會 就很明顯 你就會看得到 它在裡面出現 所以我們就會跳得 就是在江竹竹的店 就學到很多這種自我要求 其實 你可以對食材不要有要求 可是你先對自己有要求 你才會 做的菜才會墊上一層樓 NICK主廚的經典菜色之一 醃汁蝦番茄花蟹燉飯 參考金融醃汁蝦 搭上西班牙米飯 走的是米芹感較重的 義式風格燉飯 麵飯中除了能嘗到 滿滿的鹹味之外 搭配彈嫩的蝦肉入口 再配上北海道海膽 還有無殼蟹肉 以及主廚的骨謀 都會讓客人吃盡嘴裡時 不自覺的點頭讚嘆啊 雖然他是直火專業 但我要給他一個那個 燉飯天王的稱號 就是整個醬汁飯 還有烤蝦 還有蟹肉 就是整體就是非常厲害 蟹肉上面用海膽那個 我覺得很棒 它那個脆度和那個鮮味的口感 我覺得融合得很好 不同種類的肉類會怎麼烤 然後用雞肉代皮的 我會先把皮全部烤上色 烤脆 然後再慢慢烤那個肉麵 主廚選用肉質鮮嫩的 帶爪撒索雞 雞腿肉先注入鹽水 風乾熟成之後 再經過精準的直火燒烤 讓外皮充滿了酥脆口感 雞肉內部鮮嫩多汁 除此之外 這雞心的直火料理方式 更是來到這裡 打卡宣布的火爆明場面 雞心從一開店到現在 都是一樣的搭配 所以很多客人接受度也很大 你不出雞心 他可能會去檢舉我 炒爾雞就是經典 那雞心就是無敵 全台灣沒有人可以挑戰嗎 我覺得真的是超正 他那個乾醬也非常棒 但我覺得那雞心真的是一絕 薩索雞是招牌 尤其他那個雞心的部分 那個它的味道 真的是令人難以忘懷 那再加上因為 他在上菜之前 就是主廚還有那個火焰表演 那個部分就是非常加分 能夠獲得客人如此的雞賞 也許都是源自於他對食材 以及對火的用心 就你要對得起 你自己想要賣的東西的價值感 對食材你挑選 客人來了 有些人吃得懂 有些人吃不懂 那我不會去太糾絕於 你吃不懂的那些 我也不會去盲目聽從掌聲 那你就做好了自己 有甚麼東西 我可以符合成本邏輯 然後可以讓阿萊比亞吃得更多 更多 我如果一直要往上走 我不是往下走就想過要放棄這件事情 還是會做菜 那是唯一的技能嘛 認識越久還真的越覺得主廚 是被料理耽誤的綜藝咖 但是他只要一進到直火的世界 又是滿滿的料理混上身 而這個全台灣最會也最愛玩火的男人 會一直不斷前進 在每個夜晚 準時開啟客人與直火的精彩交流 卡粉們還不趕快來打卡 享受這全台東一無二的最狂火料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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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